各位朋友大家好 其实老师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是占有非常大的分量 这两天我在美国看到小孩子刚好毕业了 我周围有一些学校 他们的学校毕业了 老师们在欢送他们 因为对于美国来讲 学生的毕业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我看到美国的孩子非常快活地 感受着这个毕业的那个节日 那么其实上来说 我觉得美国他的教育 他是从小给孩子一种非常正确快乐的一个童年的 而不是说像现在我们像高考 考完了就把书全部扔掉 在教室里大吼大哭 有的学生正是挽起了跳楼 这个不是一点都不夸张 但是有的同学考完了试 接着就去KTV酒吧 这就说明了中国的学生从小学到高考 这漫长的十年寒窗苦读里面 他的心理念承受的压力他有多少大 是非常痛苦的 那么我在空间里面我有一篇文章描写的是我小学老师 那么我就不多讲林立这个教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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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代表了 作为一个小学老师 他是承担的非常大的责任的 因为孩子他一无所知 他是非常天真无邪的 你要怎样去引导好这孩子 怎样让孩子就教育好 成为他健康成长快乐的度过这个童年 又学到知识 这是非常关键 但是 林立老师 他在课堂上采用的是非仪式同仁 非仪式同仁在哪里呢 只要是官员的儿子 只要觉得他的父母对自己有利 他就对这个孩子百般优待 处处照顾处处特权 甚至我怀疑 批改作业时的分数 甚至单元测试考试的分数 都可以比他更高 这如果说这个孩子的家长是开小店的 或者是农民 或者是做其他小生意的 那么他肯定是百般刁难 百般歧视 这就是林立老师 我不想多说 我可以告诉你们可以去收这个人 他现在还挂着明师的头衔 他是周三市周三小学校长 是定海小学校长 周三是定海小学的校长 他现在还给冠上明师的称号 他当时给我们上语文课 就是以这种官员的孩子作为榜样 让我们去学习的 使得班里面都是一个个世俗分 如果像我这种 我当时有正义感 说几句公道话 就别说他们说是白痴 对吧 这样的小孩子 他就形成了这种思维 这与这个林立老师 他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那么今天我不想多说这个林立老师了 因为我空间里已经说了 我想说的还是关于教育的 还是关于老师的 我要说 在我的家乡浙江周三 还有一个非常无耻的老师 他靠他的无耻 害了多少学生发了财 这个老师 名字叫钱金夺 钱 有钱 很有钱 发财的钱 都不用说了 哪个钱 姓钱的人太多了 金 黄金的金 又钱又黄金 这名字就取得非常贪钱 夺 夺就是光芒夺目的金字旁 一个一朵花的朵 这个字叫朵 金字旁 一个一朵花的朵 钱金夺是怎样的一个老师呢 他你去中国的官媒上查 钱金夺依然是一个名师 这很奇怪 在中国那些品格恶劣的老师 都能当上名师 那些默默无闻 辛勤工作的老师 却永远混不好 如果真的想为了学生付出的话 在中国这样的老师 根本就混不上去了 钱金夺这个名师是怎么回事呢 你们想想看 在我小学一年级开始 就听说这个老师 他是一个数学老师 小区数学老师能用什么花头呢 不就教几个算术吧 那么他花头在哪里呢 他搞了一个全民奥数 这个全民奥数是咋回事呢 因为当时的周山呢 比较落后境界 那么周山它是个海岛 所以呢 大家呢 信息也比较闭塞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 怎么样去了解外面的世界 所以在这个教学方法上呢 也可能呢 比较闭塞 但是呢 周山人民都比较单纯 单纯的后果就是 他很相信老师是好的 所以周山的家长 对老师非常信任 老师不管是说真话 还是假话 那么周山的家长 他一定会相信他 但是 这就给老师 忽悠家长 忽悠学生 为自己赚钱发财 提供了大量的基础 那前进度老师 我为什么今天要报他料呢 我 自己 首先我深受其害 但他现在依然在害着无数的学生 那么 其实这个奥数在周山就是由前进度老师带起来的 因为当时周山是不知道什么叫奥数的 在这个周山人心目当中 那数学嘛 就是先算算数嘛 加减乘除 然后学点简单的什么几何常识 到了初中嘛 再正式学一些系统的知识嘛 那小学老师他能在数学上做什么文章 他就搞了一个趣味奥数 你觉得他趣味吗 难度不亚于高中生能做出来 高中生都做不出 是他自己我想他也做不出 看杂案吗 看资料吗 但是他专门搞这样一套 非常难偏 怪 怪才是最关键 这难也好 骗也好 如果能用正统的方法解出来 那我说这个学生数据还是很厉害的 关键在于怪 什么叫怪 你们想想看 就是用常规的方法 没办法解出来的 只能用脑筋急转弯式的思维才能解出来 这就叫做怪 他出了题目里 各个都是这种类型的 然后他开始炒作自己的名声 说钱老师教您学数学 那么因为当时大家都很单纯吧 他这样一炒作个新概念以后 而且他也有团队帮他去炒作 可能就是说我帮你炒作 我也有好处的 于是他就这样一个历练就带起来了 这个历练一传到家长心目当中 家长就被忽悠了 他怎么忽悠家长呢 他说你们要学奥数 奥数学的好的同学就天生聪明 奥数学不好的同学就不聪明 那这句话一听个家长就心里急了吧 难道我儿子就笨了 那我不相信了 于是他第二句忽悠就是 你让他儿子来学学看 我来看看他聪明还不聪明 他有没有希望 一般来说如果对奥数不感兴趣的 那肯定是不聪明的 那对奥数感兴趣想学奥数的 那么他很可能有开发智力的机会 他即便现在不聪明 以后也会聪明 这是一个多么好听的话呀 也就是说他告诉家长 你只要学他的奥数 钱老是奥数 他特色奥数 其实奥数不完全跟钱金多是一回事 不是说奥数就是钱金多创办的 奥数自古以来 也不能说自古以来 反正很久以前就有了 但是在那个年代 在周深奥数是由钱金多老师带起来的 因为在钱老师之前 大家信心闭塞 海岛地区不知道什么是奥数 他就改了个钱老师奥数 给家长一个非常好的大饼 说你跟着我学奥数 孩子跟着我学奥数 我可以把他由笨变成聪明 由笨变成聪明吧 那么你想想看 那家长心里就不甘心了吧 心里想想 那钱老师说的挺对的 那如果我儿子能变聪明 那何尝不去学呢 万一钱老师地方学了以后 他认为我儿子是聪明呢 但是钱老师说过一句话 对奥数不感兴趣的 要么就是你以后学唱歌曲嘛 这种人书就不会读 他就明确说 奥数学不好 或者对奥数就不想学的 就是不会读书的人 他就这么说的 我听得非常清楚 那我父母当时也是一线教师 但是我父母人非常善良 从来不会因为我是当老师的 去开发什么特色的项目 然后赚钱发财 但是我父母也很相信 那个其他的教师 也很容易相信别人 那钱老师当时他家 就住在我们家的隔壁 隔壁的隔壁 应该是同一庄楼的 实际上跟我父母是邻居 那知道钱老师在炒作这个事情以后呢 我父母也相信了 把我拉去叫我学奥数 那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奥数 我就被他带去了 带去以后呢 好了 我听了两节课 哎呀不对呀 这学什么东西嘛 我 我就觉得他上课在讲天书 好 这是我是到他家里去学的 是第一次到他家里去学奥数 当时他人还不是很多 大概有十个左右 学生 为乘一桌 但是在这个奥数课堂上 没有一个孩子是认真听的 其中一个孩子例外 就是他儿子 他儿子也跟着他学 他儿子知道答案是什么 题目就给他老爸告诉他儿子答案来 然后他儿子做好以后就表扬他儿子 对吧 但是其他同学呢 头低的 不懂也没办法 我也不懂 但我又不能装表现出我真的不懂 那我只能点了头嘛 回到家里以后我就说我不想学 我爸妈总说你一定要学 你这个奥数学不好 你就是被人看不起 我爸妈当时是愚蠢到这个地步 他们根本就没有觉悟了 结果呢 我爸妈他其实是很善良的 他不愿意去相信 钱老师到底在搞什么鬼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第二次 我再去学奥数的时候 我爸妈说 钱老师换地方了 换地方换什么地方了 我当时还觉得很奇怪 不去钱老师家里的吗 第二堂课我去学的时候 我爸妈帮他待得很远 待了很远很远以后 到了一个地方 到了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你们可能猜一下 你们怎么也猜不到 我是去什么地方去上他第二堂课的 学校的大教室 最大的教室 可以做一百个学生的教室 我当我第二次去学奥数的时候 我去瞎眼了 我爸妈告诉我 说你这个学的东西 上一次在他家里 只是一个预言 是个预热 我已经听不懂了 我这东西 真的一点都听不懂 我真的不想去学 那我爸妈一定要 拉我去学 那我第二次 我只能去学 没想到 带到了一个 能够容纳一百个学生的大教室里面 然后我走进去 我被坐在最后一排 他开始讲了 照样是讲的是天书 什么都听不懂 下面的同学都在讲话 前面同学因为怕他了 都坐笔直的 讲完一节课 五十分钟 就回去了 放学以后 我正是一脸迷茫的 问我爸妈了 我说 这样一点效果都没有 我已经学两节课了 我干嘛再学下去啊 我真的不想学了 我爸妈怎么说呢 你懂不懂儿子啊 我可是出了钱给你去上的 我出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那我出多少钱一节课 三十块一节课 在这是什么时候啊 上世纪九十年代 三十块一节课 听课的起码有五十多个学生 因为他有三百个 有最多可以容纳一百个学生 但他基本上爆棚了 我现在说五十个都有不止 他起码有七八十个学生 在这个教室里面挤的 听他一个人讲课 一节课三十块 你们想想看 一节课三十块是什么概念呢 现在三十块可能觉得 没什么东西啊 但是在当时这个年代里面 一节课三十块意味着什么 你们想想看 你们很难想想嘛 这一节课三十块可能相当于 现在的三千块都不止啊 因为当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工资啊 就老师的工资 一个月可能也就一百块左右 一百块左右差不多 因为我那个时候 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还甚至九十年代初 还不是九十年代末期 因为物价是一直在涨的 九十年代初期到中期 那个时候我去学奥数的 然后那个时候老师的工资一般是一节课 一个月大概一百来块或者两百来块 他一节课就给他三十块 那么几节课上完一个月工资就没了 但是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他一堂课 几十个学生一起上 这几十个是五十个到一百个学生 此后我第三次第四次 我大概我记得我学了五次 在后面几次里面 我堂堂是在大教室里面 在大教室里面学的 我什么都没学会 我实在不想学的 我爸妈潜伏不起了 就让我退出了 我就不想学了 但我不学了以后呢 你知道有什么西西国外事情发生吗 那个钱老师走到了我的家里 说 唉 幼儿童 你儿子怎么回事啊 我爸妈也不敢说什么 知道他要说 你儿子很笨 二数都学不会 不想学 然后他也没直接说 但是他就是这个意思 从此以后 我爸妈就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了 我爸妈他就认为我笨 其实他心里我爸爸不认为我笨的 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爸妈在这种思想下 他就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了 看看别人儿子都在学二数 可其实别人怎么学二数的呢 别人学二数管你学好也好 不学好也好 人家不会表现出这个二数有多少枯杂 因为人家就是攀比嘛 在上十几九十年代的时候 小学生是家长是相对来说是互相攀比的 所以我爸妈就不一样 他传承实实实 老老实实做人 我不学了 他也不会说找个借口 为什么我不学了 他就抬不起头啊 那么后来 这个奥数老师他炒作的越来越厉害 发展到上百个人听他一个人演讲 他讲什么东西呢 你们可以去YouTube或者YouTube上去搜索 搜索一下这个钱金朵老师的视频 他就讲来讲去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有上百个老师 上百个学生听他去上他的课 那么最终呢 你也知道的 他这套什么钱老师二数 害了多少家庭 把钱花在他那里 他最后怎么样 他果真发财了 买了好多套别墅 瞎都不用想 他别墅都藏在哪里都不知道 发财了 而且他因为有钱 处处摆平一些关系 教育局 就周山市教育局可其腐败 就让他当什么教育 小学数学教研员 那么你们想想看 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 这样一个老师 这样一个无耻的 直至赚钱骗钱的老师 通过他的奥数 他赚了钱 如果心安理得也就罢了 关键他赚钱的代价和基础 是什么 是剥夺了小孩子业余生活时间 让小孩子丧失对数学学习的兴趣 让小孩子丧失对学习的兴趣 让像我爸妈这样善良的父母 在别人眼里抬不起头来 这就是他赚钱的来源 他赚了钱 我们这些善良的孩子 善良的父母 就把钱花在打水漂的地方 而且还对自己来说害了自己 对学习失去了信息 数学怎么那么难学的了 所以这也就是这样 我所以对数学失去了信心 其实我这个人数学 小学的时候数学成绩是比较好的 被他这样一搞 我数学就信心没有了 但虽然我数学后来也不是很差 也是中上一点 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奥数打击的话 我想我现在数学成绩 我后来至少高考的时候 数学成绩不会这么差 当然这也不用说了 数学这种人学了也没什么用 我说实在对吧 但是关键是你数学正统的数学 学点东西还是有点道理的 还是有点用 不是没什么用是没什么用 但是稍微是有点用的 但是他二手学了有什么用的 偏奇怪怪才是关键 你每天给人出脑筋击转弯 你让小孩子失去任何兴趣 你其实心里在想的 这帮人真好骗 钱就赚来了 那么钱老师他靠这个买了好几套别墅 这样的老师在中国当今有很多很多 但是我觉得高中老师也就棒 初中老师也就没什么好说了 为什么高中初中是升学率关键 小孩子都要去请家教 那有些老师就自己觉得 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供不应求 那我顺便赚一把 也无可厚非 毕竟初中生高中生 他还是有自己的思维的 想学父母也不会逼他去学 不想学父母也不会逼他去学 想学他自己会去学 因为初中生高中生他有自己的思维嘛 但是小学生他又懂什么呢 小学应该是孩儿时代他最快乐的时代 玩玩变形金刚看看什么宇宙英雄奥特曼 看看什么动画片我们和小孩子的时候 有的时候空的时候做完作业到草地上去玩一玩 童年应该是这么快乐的 他怎么知道这个我想学这个不想学 他很多时候他就是父母拉去学的 他破坏了他的童年 给他们发了财 把这些老师发了财 因为小学生是需要启蒙教育的 小学老师他必须有一个责任和良心在身上的 那么这样的老师 你在中国还有很多很多 他昧着良心 我只要赚钱害了多少小学生了 童年的快乐时光都被失去了 那所以说像这样的钱金多老师 我相信在中国还有很多很多 你们这些小学生家长们 或者国内有很多小学生的父母 家长 还是其他朋友们 你们在挑选老师的时候 挑选小学老师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 你们对小孩子来说 如果你的孩子正在上童年小学阶段 千万不要违背他的意愿 去学这个 学大哥 他喜欢什么 就去学什么 给他多一点兴趣爱好 音乐呀 舞蹈呀 体育呀 这些都可以 让他度过快乐的童年 而不要去学那些他根本就不懂的 连高中生老 连钱金多老师自己不堪打也做不出来的什么奥数 我希望中国的教学 中国的小学老师 都应该反省 都应该来一场清洗 因为你们是人类灵魂的塑造师 小学生从一个没有灵魂的 天真无知的孩子被你们塑造出来 你要把他塑造成怎么样 就取决于你 今天的节目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